赵雪竹修炼的桃花妖术 据说是妖族中一种 名为桃花妖的独特功法 桃花妖 多以貌美女子的容貌显现 身材婀娜 眉眼寒情 令男子一见 则会沉迷其中 不能自拔 而赵雪竹之所以选择 这门妖族的功法 也是为了帮自己的好姐妹 林小雅恢复容貌 桃花妖 有一个神奇的能力 那就是可以附身于女子身上 之后 这名女子容貌 就会变得极为美丽动人 一贫一笑 都充满了魅惑力 但也有缺点 那就是桃花妖会不自觉地 就被把宿主的神智磨灭掉 于是这样被附身之人 就成为了一具行尸走肉 只能任由桃花妖操纵 一旦桃花妖脱离这具身体 那么就只剩下一具美丽的皮囊 赵雪竹的设想则是 当她成功炼成桃花妖术之后 然后附身到林小雅身上 然后将林小雅的容貌进行优化 使之变得美丽起来 虽然她身为人类 并不能发挥桃花妖术的全部威力 但这样正好 可以不磨灭掉林小雅的神智 单纯只是改变肉体 所以当林小雅变成如今这个样子的时候 赵雪竹也一直在帮她想办法 毕竟当初林小雅被打伤 也有她的一份责任在里面 现在已知的阴属性玉石都被大势力所珍藏起来 根本不是林小雅可以得到的 于是赵雪竹另辟蹊径 查阅古籍 终于让她找出这样一个办法 借助桃花妖的特性 然后让自己变成半妖肢体 然后半附身在林小雅身上 改变她的容貌 这样就不用再需要阴属性的玉石了 也算是取个巧 如今她终于得到了这门武功 便迫不及待地修炼起来 修炼之前 楚丹哥曾对她特意叮嘱过 这门桃花妖术虽然也能被人族所修炼 但毕竟休息的人太少 而且这还是之前捕获的桃花妖口术的 所以保不齐这里面会有什么隐患 你要三思 请总捕头放心 属下已经决定了 就选择这个 不会后悔的 赵雪竹斩钉截铁地说道 好 楚丹哥十分欣赏赵雪竹这份胆气和魄力 若是赵雪竹能成功度过这一劫 那么以后楚丹哥会着重培养他的 有的时候天赋并不能决定一切 胆量和魄力才能决定着一名舞者能走多远 在楚丹哥的护持之下 赵雪竹盘腿而坐 开始修炼桃花妖术 只见在赵雪竹的面前挂着一幅图画 画上是一株开满花朵的桃树 粉色的花朵点缀着枝丫上 树干的形态犹如一名正在翩翩起舞的女子 这就是当初那名被抓获的桃花妖留下的观想图 不同于人族的功法 妖族的武功侧重于精神上的修炼 以精神驱动肉体 当精神强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便能做到化形 凝聚人身 妖族的强大在于精神 一名妖族的强者 可以做到单凭精神力量 施展强有力的攻击 而不使用本命神通 而赵雪竹就在脑海中观想这一株桃树 只要他能将这株桃树完整地观想出来 那么就算是修炼成功 楚丹歌也曾试过观想这幅桃花图 确实能感受到一股神秘的精神力量产生 但他搞不清楚这股力量产生的原理 也没有过多的尝试 如今赵雪竹在他面前修炼这门妖族功法 楚丹歌也能有机会好好观察一番 随着赵雪竹观想程度的加深 只见他的头顶上竟然开始作长出树枝 同时手指上竟然开了一朵桃花 不好 楚丹歌见赵雪竹控制不止自己的精神力量 导致身形发生变化 若是任由这个状态发展下去 到时候赵雪竹就会变成一株桃树 这就是修炼妖族功法的弊端 若是没有超强的控制力 轻则变成人不人 妖不妖的害人样子 重则神至全师 直接变成妖物 这也是楚丹歌为何要给赵雪竹护法的原因 赵雪竹此刻根本控制不住精神力量 当他在脑中观想那棵桃树的时候 只觉得泥丸之中出现一点凉意 哗啦哗啦 耳边传来一阵水声 紧接着就好像有甘林从天而降 浇在他的灵台之中 一种难言的舒爽感涌遍全身 赵雪竹一时间沉浸其中难以自拔 就在这时 他突然听见耳边传来楚丹歌的声音 保持清醒 不要沉迷 这是谁在说话 赵雪竹一时间没有听出来楚丹歌的声音 也忘记得自己身处何地 只是陶醉在精神的愉悦当中 楚丹歌用内力刺激赵雪竹的大脑 发现他竟然已经沉迷其中 便也不再留守 直接伸出一根手指 轻轻地点在赵雪竹的后脑处 哗 一股强横的内力从楚丹歌的体内 传到赵雪竹的经脉之中 楚丹歌由于自身功法的特殊性 其内力带有强烈的毁灭性和死亡气息 内力运行之处 发出一阵阵寒意 给赵雪竹带来巨大的痛楚 但也正是这股痛楚 才让赵雪竹清醒了一下 想起来自己所处的环境 我想起来了 我是在修炼桃花妖术 我还要去救小雅 重新清醒过来的赵雪竹 轻咬一下舌尖 以痛感来提醒自己 然后收敛心神 全神贯注地观想桃花土 从桃树的根部开始观想 由下道上树干枝叶花朵 直至最后完全观想成功 而赵雪竹头上所长出的枝鸭 也全都缩回体内 身上的异样彻底消失不见 成了 楚丹哥健壮心中 也微微地松了一口气 这是他所亲眼见到的 第一例成功修炼妖族武功的人族 之前只是听说过江湖中 会有尝试修炼妖族武学的 但六扇门却一个都没有遇到 而且还有传言 有妖族强掠百姓 逼迫学习妖族武学 使之便是妖物 不过这些只是传言 却没有直接证据 顶多是发现偶尔会有妖族出没 然后由舞者前去追杀 但大多时候 妖族都成功逃脱 很少能抓到火口 如今赵雪竹成功修成桃花秘书 也是一个巨大的尝试 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舞者修炼成功 到时候就有机会揭开妖族的秘密 我当然是我所义的 是什么练乎的 我再做一项 回来 我先看似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